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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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是少妹哥です 想必台版最近更新的破交作戰 讓很多人都很煩惱吧 因為前面的關卡雖然說不難 但是也沒有辦法掉落這所謂的金圖子 金魚雷 那要怎麼樣快速能達到通關 這所謂有金圖子的關卡 那通關這關卡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潛艇的傷害 怎麼樣去放大潛艇的傷害 這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功課 那接下來我會跟你講說 如何去增加我們潛艇的傷害 以及通關75還有65 他們最低的門檻在哪裡 好,請聽我們接下來的分析 好,最簡單的方式 傷害的來源其實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等級 你的等級越高 你做出來的基礎傷害當然也會越高 在不同關卡的內容裡面 對方的等級也會有所差異 65關的時候等級比較低 那在75關的時候BOSS等級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你的等級無法超越BOSS的話 你是很難帶出比較高的傷害的 這是第一點 好,第二點的部分是來注意突破 突破會提升我們的基礎數值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 這個特殊彈幕魚雷 它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傷害來源 一段就已經可以吸得我們這個特殊彈幕了 再來三段會強化這個特殊彈幕 這比起我們用魚雷一根一根的打 這個特殊傷害彈幕其實DPS非常的高 基本上就是由這個特殊彈幕去打王 可以對王有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你能夠突破越高級 特殊彈幕越強 基礎數值越高的話 那打這個BOSS就會非常的輕鬆了 好,第三點就是我們的裝備強化 一樣的魚雷 你在加0跟加3 很明顯在面板上面的數據就有差距了 大概就會差個快20%的一個傷害 這是同期的相比 那假設是你用藍皮來比的話 藍皮因為可以到加6 所以它的面板威力會高我們加3的 還要再多20% 所以來來回回 加0的白色魚雷跟我們加6的藍色魚雷 這傷害差距可能就會達到40%以上 這個是很有效能夠幫助你 增加你破膠潛艇的傷害來源 好,再來第4點 怎麼樣去提升你在破膠作戰裡面的魚雷攜帶量 因為我們知道魚雷攜帶量是固定 是有限制的 它不是有CD的 它進去就是直接限制你魚雷最大的攜帶值 也就是說整場的戰鬥裡面 我們魚雷攜帶量最多就是打這麼多 打完了你就再也沒有輸出了 那如何去提升我們魚雷攜帶量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我今天教你怎麼增加我們的魚雷攜帶量 好,我們可以從這張圖來看 其實你仔細紀元就不難發現 每一個魚雷它後面所帶的這個子彈數是不一樣 面板數就是不一樣 這個是我們的基礎數量 以磁雷跟日本魚雷來說 他們基本上他們就是帶2顆 那美國魚雷它基本是帶3顆 所以在整個關卡下來看的話 面板傷害很高 不過它只能打2發 也就是66x2 132 那美國魚雷雖然說只有60 不過它可以打3發 所以它總輸出可以打到180 這一來一往 魚雷攜帶量 當然能夠造成我們最大的輸出 所以不管什麼樣的等級 白的也好 藍的也好 直的也好 他們的面板數量 就是他們的基礎數量 好,這個應該不難理解 所以美國魚雷有最大的一個攜帶量 再來彩棒它也會增加我們的攜帶量 舉例來說 強化0到3會增加你一個攜帶量 4到6會帶2個 7到9會變3個 當你加10的彩棒之後 它會再增加你4個攜帶量 1根彩棒加4個 那你帶2根彩棒的話就是加8個 這個應該不難理解 所以我們這邊算一下 假設今天我們是帶美國魚雷的話 它基本數量是3個 3個乘以2 因為魚雷底多加1 好,572也是這樣 3個除以低多加1 然後再加上 我們假設是帶 這個 加7到加9的彩棒的話 加3加3 沒錯吧 加7是加3 所以最終輸出 我們會有18根的魚雷攜帶量 就是整場我們可以 拿18個魚雷去做輸出 所以彩棒很重要 還有美國魚雷也很重要 好,第五點 神秘特殊的魚雷 什麼就是神秘特殊的魚雷呢 我們前面講到說 美國魚雷它的基礎數量是3根 那這個魚雷 這個魚雷不是美國 不是日本 不是德國 它是法國魚雷 它的基礎數量只有2根 很早之前 我對於這根魚雷 有做過很多的研究 所以你看看圖上面 各種樣式的魚雷 不管怎麼擺 不管怎麼放 我們最終計算的數量 是跟我們所想的公式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法國魚雷 特別奇怪 明明基礎數量只有2根 可是呢 它在破交作戰裡面 就可以達到3根的一個計算效益 那這根魚雷 哪裡可以獲得 就是接下來 台版會上的法國活動 這個光魚影的 周圍呢 是台版第一次全新的法國活動 這魚雷在A3 C3 都有得撈 而且非常好撈 你只要打精英怪 就可以撈很多 撈好撈滿 接下來如果你想要 贏得這個破交作戰 最大的好處的話 撈好這些法國魚雷 是你最好的一個方式 那這根魚雷本來就是過度用的 最終目標當然就是我們的金魚雷 只不過這個法國魚雷在破交作戰裡面 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啦那講那麼多 應該有點概念了吧 人物的等級啊 突破啊 裝備啊 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這個破交作戰的傷害 那65關75關 他們最低門檻是什麼樣呢 首先我們講65關 65關的最低門檻 你就是要70級滿破 那白魚雷加3 再帶上我們的雙彩棒 加6 這樣子 兩艘船 你就可以通關這個65關 其實在門檻上來說 不算太高 只要70級滿突破 就可以通關了 那75級呢 就要稍微再高一點點 你必須要兩艘船 至少要兩艘船 可以的話三艘船是最好 那兩艘船是 100等 滿突破 然後藍色的魚雷 加6 彩棒 加7 這樣子的一個裝備 配合上一點點的操作 就可以通關我們的75關了 那整個通關的模式都一樣 都是打完兩艘運輸件 接下來呢 保留我們的彈藥素 全彈發射 到王的前面 才把所有彈藥素打完 全彈發射打完 這就是我們通關的最低門檻了 那有興趣的同學 未來再去做嘗試啦 當然每個人手艘的強度 或是習慣不太一樣 當然這最低門檻 不代表說這是你手艘的最低門檻 如果你這樣子的門檻還過不去的話 那請提升你的人物等級 裝備 再來進行手艘吧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 這個破交作戰的一個 詳細心得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那有問題的話 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